好的,欢迎收看本期的不朽视频,我是琉璃 这期视频我们来聊聊连杀,以及当前版本最强的维持连杀的技巧 那么在暗黑不朽里,我们在野外和远古秘境等场景战斗的时候 只要短时间内击杀的怪物数量超过15只,那么就会开启连杀技术 这个技术条有5秒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我们与怪物战斗会重置技术条的时间 当技术条归零之后,会根据当前的连击数量给我们一笔额外的经验 这笔额外的经验会根据连杀的数量提升倍率,在连杀数达到150只之后,倍率最大 通常情况下,我们打连杀的地方是远古秘境和野外场景 远古秘境那边属于是顺手为之,反正怪物密度够大,打得够快就行了 野外的连杀就比较长就技巧了,一般我们需要找一个怪物比较密集的区域 部分区域流离在之前的不朽视频里分享过 我们本期视频用来展示的区域为墓园 找到区域之后,一般还需要组队,单人情况下想要稳定连杀是比较麻烦的 有队友的话就轻松很多了,只要保证与队友的距离不超过两个屏幕 那么全队的战斗都会维持连杀的状态 野外连杀是最效率刷经验与传奇的方式 和远古秘境连杀相比,我们在野外连杀的时候 基础经验获取虽然是差不多的,但是还能额外找到怪物精华和成怪 怪物精华凑足十个就能在营地读书开图键,提供额外的经验和装备 成怪是一种随机刷新的怪物,游戏内的学名叫远古精英 击杀他们之后会较大概率掉落传奇装备 所以为什么我队友一晚上掉了五个头盔,而我只有一堆衣服 我的扛旗都刷到三十点缝了还没出 言归正传,下面来说一说野外连杀的具体思路 首先是装备和技能方面,尽可能以低伤害高范围的远程技能为主 以我的圣教军为例,我带上了战马赶路 飞盾和奉献两个技能通过传奇变成围绕自身 顺便还带上了审判召唤天使的肩膀 让我在赶路的时候可以用天使维持连杀 远程职业在这方面的表现要比进战优秀一些,尤其是死灵 大量的召唤物会制动找怪攻击,角色只需要走就好了 有条件的话,连杀的时候可以选择一杀塔套装 这个套装可以让你在杀怪之后增加移速,更好地赶到下一个怪队 连杀的难度呢,建议选择当前战斗力可以打的最高难度 这时候呢,也可以适当越战斗力打高难 比如说DUR的门槛是1220战斗力 那我们有队伍的话,其实1100左右就可以尝试了 因为野外的地形开阔,可以让我们自由的风筝怪物 越难度的时候呢,可以实施另外一个套装,相互游商套 它的护盾效果呢,除了PVP之外,就是在越战斗力的时候最好用 那么视频的最后,流利一兆开头奉上一个当前版本最强的连杀技巧 游戏的上一次大版本更新,为新增怪物新增了一个名为生命红锡的特殊词锐 这个词锐呢,可以让怪物攻击我们回复自身的血量 而这个攻击经过实测,是可以维持连杀的 所以最简单的办法呢,就是在野外找到一只带有这个词锐的精英 然后诱导它对着自己锡就完事了 流利一建议呢,大家团伙作案来绑架吸血鬼 因为这个词锐攻击还挺疼的,所以需要轮流换人扛 拉怪的人喝血瓶扛怪,其他的人正常找怪打 主题的血瓶扛完呢,就换人扛怪 这样轮流绑扎着的吸血鬼,就可以实现无线连杀的自由了 那当然了,这个操作还有一个缺点 哎哟,完了,被这边的猎魔人杀掉了,这个猎魔人 那就是你的战斗地点附近,绝对不能有其他的奈飞田